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安心生物科技 原位圈行的部長洪嘉楠Moss來接受我們專訪 Moss 你好 嗨 你好 主持人好 Moss 想先請你分享一下 當初是什麼樣的起情動力會讓你想要出來創業呢 其實我覺得這個是真的是一場宿命 真的 因為我們在17年前的時候 那時候跟朋友就想說起情動力的話不然來創業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積極的去選品 然後我們本身就是公愛衣的工作 所以我們對於這種產品呈現 那時候也很年輕 就想說我們有很多想法 然後那時候就開始去找我們自己熟悉的 因為我自己家裡就是在做一些食品原料 所以我們很快的就找到很多很好的商品 他可能在各地很有名 但那時候不像現在這麼方便 這麼多的購物資訊這樣子 所以那時候我第一次是第一次跟乳酪斯這個產品 就是碰見了 碰見到面 然後我發現這個東西真的是太特別了 對 因為我那時候真的也是不太能夠轉得過來 乳酪斯是牛奶做的 因為他看起來有點像油魚絲 對對對 但是它卻是純牛奶做的 所以我們說可能是16公升的深入 只能做1公斤的乳酪斯 因為乳酪是一個濃縮的過程 對 那這個過程當中我們就把乳酪斯 就是從17年前一直做 然後一直做 然後透過我們自己本身的專長 然後自己不斷地學習 然後我們把乳酪斯 就是做很多面向的呈現 然後我們也期許自己在乳酪斯的市場上面 然後這個領域裡面 我們可以做到最好 這樣子就一路做到現在 喔 那莫斯 那你們怎麼想要把這個品牌名稱 取名叫原位千尋 其實那時候我們 我代替了大概七八個名稱 讓我們的團隊尋 大家最後都選這一個 因為他覺得這個名字感覺有點衣靜 我們去追求就是那種核心 原來的那種純粹 然後在於千尋上面 它又可以有萬千風味的一個 探索的過程 然後你做這樣的一個 是 那你們在創業的初期 有沒有遇到什麼 困難跟挫折 其實困難跟挫折 就是我們那時候從 真正所謂的這種團購店 然後那時候早起 大家團購都是 要不要打電話 對 要不要傳真 跟現在都不一樣 是 現在都是線上 對 然後那時候可能就是 我們有 從一開始的創業 到後來消費者很喜歡 然後不斷幫我們做口碑的飲件 然後後來媒體 都陸續的來採訪過關 然後我們就品牌得益 可以一直做下去 然後越來越突動 對 那這過程當中 我們也不斷思考說 那我們要怎麼樣 就是下一步這樣子 因為我們真的不太知道說 我們應該怎麼著動去做 我們性效 我們客人在哪裡 我也不知道 我們都很被動 對 所以那時候他有一個契機 我們去跟陳平這邊 我們長期是一個合作的夥伴關係 然後我們那時候要開一個 百貨叫陳平送菸 我相信很多台北人都很熟悉 那他那時候就邀請我們 去開一個專櫃 那時候我們來講 開專櫃這件事情 是還沒有去想像過 因為畢竟他第一距離比較遠 那第二就是我們不是一個實體店的形式 但後來我們還是一安決然做這件事情 那當然對我來講 最大的作者就是一開始的人員 他沒有辦法穩定 我常常就是接到電話之後 樓管告訴我 你的銷售人員沒有來 我們永遠是最後一個知道的 然後我們就是可能 就是馬上整理一下 然後就到台北去的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時候請到人 所以心裡什麼 連小孩都要戴著 喔這樣子 對對對 是 那時候對我們來講 一開始確實是有蠻多的一個 艱辛跟挑戰 但我們很開心 就是我們那時候我們有撐過來 然後我們現在在我們自己的 像台北啦 像包括台中的歌劇院 我們都有自己的一個 支援的一個專櫃 然後在很多的百貨商場上面 我們也會做定期 然後很多地方我們都會去做 這個快閃櫃的一個多處 包括很多的企業都會邀請我們去做一些 就是他們的企業內部的一個 副位的一個展授會這樣子 喔喔喔喔是 所以一開始從線上 線上走到線下 對我們來講是一個 比較大的挫折 但是還好我們有挺過來 然後我們也從中學習到了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說 很多可能就是 像我差不多年紀的人 他可能都會知道 因為我們達安期的一段時間 經歷過蠻多的一個食安事情 那那個食安事件呢 也雖然那時候就是我們的產品的產業 其實跟食安事件爆發的都不太有關係 但是那時候確實影響到很多的 大的一個消費的習慣的信心 是 對 那時間比較應該怎麼樣 對整個產品的食品業界來講 都是比較大的一個衝擊 喔喔 因為很多人啊 他就用心做啦 他也不是那些產業 為什麼消費者會不想購買 但是那段時間過了之後 我發現真的很多的產業 他對自己的一個自律 跟對自己的一個跟其他的業 就是敬業的那個差異性 大家都會知道說 應該要怎麼把它去讓消費者知道 那這也是一個往整個產業往好的 方向走的趨勢 好 那BOSS 那你們原味千尋 他當初的經營理念是什麼呢 其實我們的經營理念就是 引理而生 不引你講究 我們要傳遞一個美好的時光 因為美好時光 美食它是有一個 記憶的 嗯 那我們希望就是說 為你 因你而生為你講究這件事情 就是我們希望你在吃到我們的產品的時候 你可以知道我們的用心 嗯 然後我們在傳遞那樣子的一個 獨特的一個 美食的一個記憶的時候 它就像 有時候你會聽到一段旋律 或者是你拍到一個片段的電影的時候 你可能會有很久以前的一些屬於 那時候的一些回憶嘛 其實美食也有 美食也有 因為我們希望透過這樣的一個 啊 美食去傳遞一個 一個 幸福的一個能量 哦 是 就是我們的一個 品牌的使命 的使命 算初衷就對了 對 就是你行銷方式要一直變 但你 初衷 不能變 對 好 那BOSS 那今天剛好你有帶一些你們的 原味千尋的產品來啊 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你們的特色 你們乳酪絲的特色 我要提到啊 16公升的牛奶才能夠做1公斤的乳酪絲 所以這是我們的招牌中的招牌 我們的招牌的乳酪絲 那其實你看它這樣小小的一包有沒有 它其實是會有保住感的 哦 因為它本身它就富含了乳酪天生自帶光環 它本來就有很多的礦物質啦 然後它有很好的油脂蛋白 然後它有非常好非常多的這個鈣質嘛 這個不是我們後天去賦予它 乳酪大家在文心上就查得到 它本來就有很好的一個營養這樣子 所以 其實很多歐美人他們會去吃乳酪 甚至他們就不吃正餐 因為營養後嘛 因為它會有飽足感這樣子 那乳酪絲我們除了自己的 這個乳酪絲我們有做到12種口味 很多創新的口味之外 我們其實有把乳酪蛋白料 做在這樣的一個麵包棒的產品 或者是這一盒取其的一個產品 做成餅乾 對對對 然後我們再來還有很多 就是在不同的產品的一個應用 會陸續來跟大家介紹 比如說我們有蝴蝶酥 哦 是 乳酪的蝴蝶酥 然後有牛奶糖 然後 乳酪的牛奶糖 對 乳酪牛奶糖 其實很搭 真的 我們現在還在做一些微調 而且還有非常多的一個測試 就是我們不斷的在做不同產品 跨領域的一個應用這樣子 到時候可以給大家不斷的驚喜 那你們也是有禮盒嗎 因為像看好你們有一些也是有禮盒的包裝 我今天帶來是我們就是 一部分的禮盒 我們在禮盒的部分啊 除了 其實我們品牌的核心價值有兩個 一個就是我們的研發跟生產這一塊 然後再來第二件事就是我們的包裝設計這件事情 因為我自己本身是廣告AE出身嘛 那我們的公司的同仁 他們也是以設計這件事情 當成他們一生的一個使命這樣 所以我們在包裝上面會做很多的推陳出行 就跟我們頭位一樣 然後就我們工廠的倉庫都是包財 所以你們有不同的送禮的需求有不同的包裝 對 有時候有一些禮盒 它要把它組合成型的工序還非常多 我們都必須要提早去做這件事情 為了就是說呈現出來你在送禮的時候 可以讓受到你的人可以感受到你滿滿的 送禮的滿滿的心意這樣子 因為它就是有不同 是 好 那茂斯那你們原味千尋到未來有沒有一個 短縱長期的規劃 有啊 其實我們一直在做的一些 就是在地乳園的一些計畫 因為在地乳園其實大家都知道就是 冬天它其實牛汁 就是我們的乳園 它在台灣其實它有一點不是那麼的適應 它喜歡涼爽的氣候 所以冬天是它最喜歡的季節 它在冬天的時候它分泌出來的這個牛奶 基本上品質好 然後量也比較多 但是呢冬天我們喝鮮奶的比例是比較少 所以冬天會有在台灣的市場 每個國家每個國家的落農產業有他們的結構性問題 但就台灣來講它會有一個冬季勝利的問題 那我們希望透過一些就是跟學術單位的產業學合作 現在已經在進行 我們也拿到很多政府的一個計畫案的一個補助 他們支持我們做這件事情 我們希望把在地的一個乳園 它可以在冬季勝利的時候 我們把它做成不一樣的乳酪 哦哦哦哦哦 甚至我們在乳酪當中 我們會加入台灣的在地特色 台灣的在地農產品 比如台灣非常有名的水果 世界殖民的差異 嗯 那把這樣的一個元素加到這個乳酪裡面 我們其實最主要最主要就是要打造一個 真的具有台灣位 屬於台灣獨有的 乳酪 哦哦 所以這件事情就是我們一直很努力在做 然後我們有加入一些加速器的一些團隊裡面 那有很多的不管去論壇 或者是很多的商會裡面 很多人知道我們在做這件事情的時候 都會給予我們的幫助 不管是在人脈啦 或者是在整個這一個 很多的不同產業的顧問 對他們都會告訴我們 也許他們可以提供什麼的幫助 比如說我們這條路 雖然比較艱辛 但是我覺得隨著越來越多人的一個支持 未來的目標越來越明確 我們相信我們一定可以做得到 哦是好 那最後想起MOS 如果說現在有人想對創業有熱忱 想要創業的話 你會給他什麼樣的建議呢 創業這件事情跟我們 以前那個時空環境真的是差很多 現在的創業的環境我真的可以想說就是 就像一個沙灘上面的剛浮化的海櫃 你面臨的就是入海空 入海空的價值 對 那危險就算你到海裡面 一樣危機是福嘛 所以我會 我們也是不斷的在觀察 整個創業或者是品牌的一個市場 我們發現 其實你真的要去把你的目標 設定的越精準越好 你要知道你的TA是誰 就是你要選好一個塞道 你要去溝通好一個價值 你要去解決一個痛點 對不對 然後你要去講好一個故事 這個我覺得對於現在 你想要創業的人來講 你非常重要這樣 因為你必須先想好你的本人 本事跟本錢 你的專長在哪裡 對不對 你能找到什麼樣的資源 對不對 那你是否有足夠的資金 可以支持你 把這個夢給祖夢踏實 我想這個都是大家可以考慮的 可以多多思考 對 跟大家分享 是 今天真的很高興邀請到 安心生物科技 永遠全行的部長 洪嘉南Moss 來接受我們的登訪 謝謝Moss的分享 謝謝 謝謝 提供 謝謝 謝謝 謝謝